大家在投资之前 最重要是搞清楚自己的投资目标 投资当然是为了回报 大家有没有想过目标的回报是多少? 因为投资的回报和投资的风险 通常是成为正比 大家的流动性要求高不高? 如果流动性比较高 大家可能要选择一些 没有所定年期 交易频率比较高的产品 当然最重要是投资者要了解一下自己承受风险的能力 最理想是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理财顾问 进行分析了解者的需要 知道自己目标的需要后 大家就可以选择自己适合的基金公司和基金产品 除了参考他们的往迹之外 大家也留意一下基金公司的经营情况和信誉 在香港 所有基金公司都会在证监会中注册和受监管 而面向投资乃众的产品 都需要受到审批以保障投资者 所以大家在投资前 最好去到证监会的网站 了解一下基金公司的经营情况 这样投资基金的时间就会更加放心 到那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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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